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市長謝國良以及立委林佩祥和市議員藍敏黃、曾濟岩、郭美秀、秦珍及宋偉麗等人 一起享用仁愛市場裡面無名麵館著名的男子和鵝仔蓋飯和女神蝦扯蛋等美食小吃大聲稱讚 朱立倫本人也非常喜歡吃仁愛市場一樓賣的鹹湯圓 和市長謝國良、立委林佩祥以及議員們一起力推仁愛市場裡面的美食小吃 同時宣講市政建設成果包括為仁愛市場爭取冷氣設備改善經費 中山區大慶大城社區道路重鋪等等 而雖然吃得很開心 但是謝國良和朱立倫還沒抵達仁愛市場的時候 罷免拆糧的團體和反罷免挺善良的團體 兩邊人馬就已經在一樓舉牌卡位互嗆 幸好在警方調節勸一下沒有發生衝突 因此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和市長謝國良 除了回應議長同志委的抗議 特地把媒體聯訪區更換位置之外 也希望所有團體要用理性和平的方式來表達自身的訴求 不要把更多的仇恨建築在這有愛的城市之上 更呼籲大家在未來可預見的投票 一定要站出來投下不同意票 在國良的代理之下 把基隆的這些美食 基隆的這些美好的地方不斷的推展出去 那仁愛市場我跟國良已經來吃過好多次了 那特別今天再一次來 那我也希望所有的基隆的好朋友 看到我們基隆是一個充滿愛 充滿友善環境 甚至說我們是說這是一個最和平的地方 那我們希望大家用這樣的心情來支持基隆 來愛基隆 那同樣的我們對市長應該要肯定 不要用任何的惡意 用罷免的方式造成基隆人的一些困擾 這是我們的共同的心情 非常謝謝我們的朱立倫主席 今天來到基隆力挺國良 而且用具體的行動來支持基隆的發展 並且推廣我們基隆的美食 這兩天我們看到了很多跟蹤 騷擾 尾隨 但是我們越來越看不到國良不適任的討論跟理由 然後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人格攻擊 而不是在為所謂的市長適不適任進行深入的討論 那我想來跟大家報告 我覺得基隆的市民是良善的 並不喜歡看到這些負面的攻擊 那我們在這邊也呼籲所有的團體 用理性和平的方式來表達自身的訴求 那不要再把更多的仇恨建築在基隆這個有愛的城市之上 第二點我們也還要再一次的呼籲大家 在未來可預見的投票一定要站出來投下不同意票 我想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這一次的基隆罷免投票 不只是關心到基隆 更關心到台灣整個政局的未來 假如這一次的罷免案通過國良不幸被罷免 那我們相信在明年2月1號開始 一定有所謂的大罷免潮 也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立法委員即將被罷免 而這我相信絕對不是台灣民眾所樂見的 所以我呼籲大家在未來的投票 一定要站出來用實際的行動 來表達希望台灣的政局穩定 投下不同意罷免這一票 讓我們的城市充滿愛 而不是用仇恨來堆疊這個城市的未來 謝謝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和市長謝國良 立委林佩翔等人除了開心的和無名麵店 老闆何飲留念之外 也和現場吃小吃的民眾握手寒暄 更多人也為市長謝國良加油打氣 記者 伍俊松 基隆報導 立法國良 記者 武俊松 基隆報導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谢谢大家